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第三个问题 讲到了这个以致意的这个思想 那么下面呢我们讲第四个问题 那么第四个问题的题目叫做 传统思维模式的复归 和质疑新思路的瞬息闪光点 传统思维模式的复归 和质疑新思路的瞬息闪光点 那么在这个鸦片战争以后啊 那么新政府背后从英国签订了 这个南京条约 那么在这以后啊 虽然有一部分清朝统治阶级认为 那么以后清王朝很难恢复到 中外相安的这么一个旧的格局当中去了 那么但是呢也有一部分 封建统治阶级认为 认为什么呢 认为他们对于外移的认识 有了一个深刻的一个了解 对于外事 外移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 那么在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后 他们又自觉不自觉的 恢复到传统的思维模式当中去了 什么样的传统思维模式 就是我们所讲的那种以伤质疑的思想 那么他们认为 这个外国人养家也好吃饭也好 完全是依赖于清朝统治阶级 依赖于中国 那么这样的这个外国人呢 他就不敢得罪中国 不敢无故的得罪中国 他们讲说这个英国人 尽管是势力尚弃 贪图利益 是吧 喜欢这个意气用势 势力尚弃 他说但是这英国人势力之心 更甚于尚弃 那么只要英国人在经济上 有利益 有利可图 既小有不平 亦隐忍不敢较量 英国人为了获得利益 是吧 即使清政府对他有些不公平 小有不平 那么他们也会忍耐 是吧 他说英国人之所以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 十出于万不得已 因为什么呢 因为清政府 终止了中外贸易 是吧 那么他们离不开这中外贸易 那么五口通商以后 那么清政府他们就认为啊 说在各个口的 各个通商口岸的宜人 他们呢聚集静谧 这些人很安静 是吧 没有在这惹是生非 说这个各国各个国家的啊 这个疑人的这个头头子啊 叫做疑求 直理慎公啊 对清政府的官员呢 很尊敬 是吧 言辞极为公顺啊 言辞极为驯服啊 说话啊 那么也都很谦虚 很平和 那么这个英国公使啊 不是美国公使 在虎门换业之后啊 那么他们也讲啊 说永当恪守条约 断无异语啊 说他们要遵守条约啊 没有什么其他的啊 什么想法 那么这一切啊 就使得清朝统治阶级啊 产生了一个错觉 什么错觉呢 他们认为这个外国人来华 进行通商贸易 仅仅是出于一种贪婪之性 贪图一些商业上的一些利益 那么外国人来中国 并不是要倾夺 大清帝国的土地人民 不是要占领大清国的土地 也不是要呢 统治中国的人民 他们仅仅是希望呢 在商业上获得一些利益 那么只要大清国 给英国人 给外国人 一些商业上的利益 那么继续维持 中外相安的 这么一种旧的局面 中外之间不再发生矛盾 不再发生战争 是吧 那么也可以继续维持 中外相安的这么一种局面 那么产生这么一种错误的认识 那么这种错误的认识 应该说在清朝统治期当中呢 应该说也是很普遍的 像敏哲总督刘运柯 那么就有这种说法 那么刘运柯一个什么说法呢 他就认为啊 说这个外国人 是吧 距离中国很远 他们不可能把他们的人民 是吧 所有的人都 是吧 这个 移居到中国这些地方 说而且中国人很多 那么中国人呢 又很仇视着外国人 那么阴损的这个外国人 他不会存有一种什么想法 占领中国的土地 是吧 那么这个外国人到中国来 就是专以牟利为师 来中国就是做买卖 从中国获取钱财 说未尝存有意志 他们没有什么其他的 那么更多的想法 那么当时道光皇帝啊 对于刘运柯的这个说法 也是很认同的 在刘运柯这个奏折上 就批了四个字 用猪笔猪批四个字 叫做什么呢 所论甚是 就是你所讲的 非常的对 就是什么呢 认为这个英国人 对华发动战争 就是为了继续进行通商贸易 并不想占领中国的领土 是吧 更不想统治中国人民 那么这种思想 在当时主办遗物的 那么对于清政府的外交 具有重大影响的 历任的梁光总督 广东巡抚这个身上 表现的更加突出 因为当时啊 中国这个对外贸易呢 主要是集中在 这个广州 因此这个梁光总督 广东巡抚 那么在这问题上 那么他表现的更加突出 那么当时的梁光总督 齐英 在个大光皇帝的奏哲当中就讲 说这英国人呢 随系贪力无厌 贪得无厌 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 说英国人虽然很贪力 但是他的一个根本的思想 最主要的目的 不过是要求呢 中国呢 赏给他码头 多开放一个对外 开放的 对外通商的口案 说其意不过求赏码头 贸易通商而止 尚非浅续异谋 那么他讲 说既然这英国人 是以通商为性命 非常看重这个通商贸易 说准其贸易则公顺如常 绝其贸易则交涉难治 说你容易他贸易 那么他就会很顺从 如果停止中外贸易了 那么他就会非常的这种暴烈 是吧 交涉难治 就很难制服他 他说因此啊 从明代开始 寄迷外国人 寄迷疑人 结界通商为耳 都是利用这个通商呢 来控制外国人 那么这样 在广东的这些地方的都府 那么又产生一种错误认识 认为这个英国人呢 来中国就是为了贸易通商 人气通商 那么中外相安 不人气通商 那么就会发生中外之间的一些争端 是吧 那么在起因之后 继任的梁光总督叫做徐广进 徐广进也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外国人 是吧 他们非常看重贸易 那么因此 钳制外国人 控制外国人的 也在于贸易 那么他提出来 只要中国对待各个疑人 是吧 采取一致的办法 政策一致 那么这个法规划一 各个通商口案 是吧 这之间的各个办法都是统一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使英国人 桀骜之气 不亦而自消 这英国人呢 这种非常狂傲 这个非常强横的那种做法 那么就会把它消除下去 虽然 华一杂储 外国人 同中国人都住在一起 那么也可以达到 中外相安的 这么一种状况 就是给英国人一个好处 是吧 对英国人呢 从大处着眼 叫做不是苛求 物损大体 仍然可以中外相安 这是在亚非战争之后啊 清政府的一部分统治者 那么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 以上之一的思想 那么再次出现了 那么但是历史事实证明 清朝统治者的这种认识 是一种主观的一种愿望 仅仅是他的一种主观愿望 因为在当时 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那么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 西方的资产阶级 为了他的产品的销路 奔走于世界各地 那么西方的资产阶级 是希望按照自己的面貌 按照自己的要求 是吧 来改造社会 这个事情的发展 并不像清政府所想象的 那么简单 这个外国人 也不像清政府所想象的 那么痛情达理 那么这个时候的外国人 他对于清皇朝来讲 不仅仅是要求通商贸易 而且他们希望 从中国取得大量的廉价的 这种原料 大量的这种廉价的劳动力 要开拓整个中国的这个市场 那么获得各种政治的 经济的 外交的特权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清政府这种希望 以伤之一的思想 在亚军战争之后 又很快遭到了失败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或者说与此同时 在中国社会内部 又出现了一种 那么以贵源为代表的 失忆质疑的思想 那么这种失忆质疑的思想 那么在当时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反映出了一种时代的一种印记 你比方讲 像魏元仍然讲到西方国家是疑 是吧 以疑制疑 还是把他们称作疑 那么但是 这种以疑制于思想 应该说是中国近代社会当中的 一种进步的思潮 尽管它具有局限性 但是它仍然是一种 具有进步的一种思潮 为什么说它是具有一种 进步的思潮 这是因为这种失忆质疑的思想 已经具有了一种 非常明显的向西方学习的 这么一种进步的倾向 失忆嘛 以疑人为师 是吧 具有了一种向西方学习的 这么一种倾向 那么另外 它还具有一个 是吧 失忆质疑 就是向外国学习 来抵制外国侵略的 这么一种正确的 一种民族立场 是吧 既向西方学习 向西方学习是一种手段 目的是为了质疑 那么因此 这种失忆质疑的思想 对于中国社会 后来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是吧 那么王涛 曾经称赞 说这个魏元提出来的 这种失常之说 失万一之常计 一致一 失常之说 时畅先生 就是说 失忆质疑的思想 对于中国社会 这个各个阶层 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就包括后来 清政府的洋务派 搞洋务运动 也是一种失忆质疑思想的 一种实践 那么但是 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 是这种失忆质疑的思想 没有被清朝统治阶级 来付诸于 办理遗物的实践 当时清朝统治阶级 没有把这个事情 把它付诸于这个实践 那么尽管这个失忆质疑思想 当时清朝统治阶级 没有付诸实践 但是他在后来 清朝统治阶级 是在某种程度上 那么实践了这种思想 因此这个失忆质疑思想 在当时 可以说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这么一种进步的思想 可以说呢 是首开失忆质疑之思想前河 可以说呢 首开呢 失忆质疑思想的先河 可以说是质疑思想当中的 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 一个瞬息的一个闪光点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问题 关于这个传统思维模式 里的一种复归 以上质疑思想又出现了 还有一个质疑新思路的 一个新的思想 就是失忆质疑的思想 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问题 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五个问题 那么第五个问题呢 要讲一下呢 封建官员的御移治术 就是封建官员 怎么样制服控制外国人的 一种智慧的一种这个方法 封建官员的御移治术 因祖制疑 因祖制疑 那么在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呢被迫对外开放了五个通商口案 那么中国对外开放五个通商口案之后 一部分清朝统治阶级 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 那么他们还希望或者打算呢 再重新的恢复到中国这种闭光锁国的状态 不同外国发生这种关系 那么这个当时的敏哲总督叫做刘运科 刘运科这个人 那么他是具有封建官员的一种智术 智 统治的智 怎么样统治中国人民 也具有另外一种智术 就是智力智慧 怎么样耍小聪明 具有封建官员的这种智术和智术 这么两个智 那么这个福州作为这个五口通商口案之一开放之后 刘运科就提出来 说福州呢 虽然是福建省的省会 说但是福州这个地方 它的物产并不够丰富 这个丰富 不但它比不上上海 比不上宁波 是吧 而且也比不上厦门 那么而且他提出来 说在福州这个地方 这种贸易呢 不是很发达 民间这个贸易啊 还没有这个现银 都是用一些钱票 说这个地方的这个金融啊 都比较落后 那么他就认为 福州开放之后 这个地方啊 福州这个地方 这个中外贸易这个量啊 会很小 因为他的话来讲 他说其贸易 亦必不丰旺啊 这个贸易呢 不会很这个发达 他说在福州这个地方 只有茶叶是比较廉价的 比较低廉 那么他针对这种情况 他就做了一个计划 或者一个设想 他说清政府这个时候 阻止茶叶运到省会来 那么这样啊 这个外国人来到福州 啊 无力可读 无力可图 他没有办法 从中国进行贸易 啊 说这样 福州虽然都要开放了 但是外国人来了福州 没有办法进行贸易 啊 说骑士自难久住 那么他们很难 长久的在福州啊 来驻扎 那么同中国呢 进行贸易 那么出于这么一种考虑 刘应科就提出了一种因祖 因祖 质疑的这么一种办法 那么具体的做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 派一些 这个清政府的官员 是吧 在这个外国 在这个 这个其他这个茶商 到福州的路上 层层设卡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来福州贸易的这些茶商 就会感到到福州贸易呢 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这样这些茶商呢 就不再来福州了 这些茶商呢 就会去哪啊 去上海啊 去广州啊 那么这样这个福州的茶叶贸易呢 也会大大降低 那么接着他又讲 他说还可以这样做 秘密的 派一些清政府的 这些这个清军 或者清政府的官员 在来福州的各个路口上 严密的来这个盘茶 是吧 那么不准中国的商人 向福州呢 运送各种货物 特别是茶叶 那么这样呢 就断绝了中国茶叶 向福州的这种运输 那么这样做 那么就会使得呢 这个地方茶叶也没有 就是没有一个中外贸易的一个货源 他说采取这么一个办法 这是一个办法 那么另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就是派一些官员 是吧 向福州的这些商人 向他们讲一个问题 跟他们讲什么呢 就是秘密告诉他们 说这个英国人 外国人 驻扎在福州 驻扎在福建的省会 对于福建来讲 对于福州来讲 不好 无益 说总应该呢 让这个宜人 让这个英国商人 费然而返 放为长测 这怎么让 让他们在这住不下去 让他们自己回去 那么因此 他们就秘密的要求福州的商人 误得寄予开市 说你们不要通这个英国人 通外国人进行这个买卖 进行通商 避免该仪再次勾留 就是使他们不要长久的驻扎在福州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封建官府的这么一种受益之下 福州的商人 自然不敢同外国商人进行贸易 是吧 因为这个官府对于商人 这个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那么因此 当英国的商人 美国的商人 是吧 各国商人到了福州之后 那么福州的商人 那么均表示 不愿意同他们做买卖 不愿意同他们做交易 那么结果事情的发展 就像刘运科所预期的那样 是吧 那么来到福州的英国商人 拿出自己的这个布匹的样子 那么给这个布匹商人看 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布匹多么多么好 价格多么多么便宜 希望能够中外成交 进行通商贸易 那么但是当地的商人 我们前面讲了 受到了官府的这种秘密的这种告知 不能够同英国人进行贸易 那么因此呢 这个福州的就没有人去英国的商船 外国的商船呢 去看这个货物 没有人去看 那么史料记载说是民间 绝无顾问之人 没有人去看 没有人去问 那么后来美国的商船也到了福州 到了福州之后 在这停泊了一个月 一个多月 是吧 而且提出来说 我的货物要打折出卖 是吧 就是减价出售 我们现在话就说 各个商场要打折 打折促销 那么但是 美国商人提出来 要减价出售 福州的商人 仍然不愿去购买 或者不敢去购买 那么这样这个时间长了之后 英国商人和美国商人 就感到很难支持下去了 是吧 那么长期停留在福州 没有中外贸易 那么他们所带来的一些经费 是吧 生活的一些经费 叫盘费 那么都花完了 那么就很难的说 再离开福州 没有钱了 没有吃的了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英国的 美国的 其他的外国商人 就要求福州的海关 你要关照我一下 要照顾我一下 说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 让我能够把货物卖出去 卖出去之后 我就离开福州 我不在福州 我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这样的 刘永科等人 感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然后刘永科 就秘密的告诉 各个福州的商人 说你们呢 向各个宜商 购买货物少许 少买他们一点货物 什么呢 为了什么目的呢 就是为了使得英国商人 美国商人 得有资福 进行出口 买他们一点货物 他们有了钱了 是吧 有了盘缠了 他们就好离开福州 那么这是刘永科呀 在这个福州 采取的一种 因足质疑的办法 那么这种办法 可以说呢 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当时的美国人也好 英国人也好 不知道 刘永科从中 做了手脚 可以说呢 吃尽了刘永科 这种因足质疑的 一种苦头 这个美国人 拎走的时候 就说 说以后啊 我断不再来 说以后再不来福州了 因为来了之后 没有办法进行贸易 是吧 那么英国人 是吧 那么是意更索然 更加感到 很无奈 是吧 将通商仪式置之度外 那么这样 刘永科 在福州采取的 因足质疑的办法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那么事后 刘永科 非常得意 就像道光皇帝 来上次奏折 他说呀 臣等才是愚昧 说我们 这个这个 很愚笨 很愚昧 他说我们很难保证 以后这个疑人呢 不再来福州来开市 不再来这儿 来进行通商贸易 他说 但是有一点 可以肯定 什么可以肯定呢 就是护士则有所不能 护士就是成交 中外贸易成功 这个是不行了 说他可以来 这个福州 还要进行贸易 但是他不能够成交 护士 则有所不能 他说呢 从此以后 他说我们这些地方官 还要尽最大的努力 对于外国商人 是因家阻扰 密威前置 就是说表面上 是吧 说同意英国人 外国人来这个福州 进行贸易 避免引起 中外之间的矛盾 但是背地里 暗地里 采取各种办法 阻止 这个这个 中国的货物 特别是茶叶 到福州来 使这个福州呢 不能够进行成交 那么刘运科的 这种阴毒质疑的办法 从某种程度上讲 也是一种 以伤质疑 那么他同 以伤质疑的办法的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以伤质疑 是吧 是清政府 直接公开的 由清政府出面 终止中外贸易 就是抗命封仓 而阴阻质疑 就不一样了 阴阻质疑是什么呢 就是表面上 是阳士得意 表面上清政府 是吧 我很讲信用 是吧 是中外友好 是允许中外通商的 不是抗命封仓 但是暗地里 阻挠货源 使中外之间 不能够成交 那么说 就是说呢 清政府是采取一种 两面的手法 造成了 中外之间 不能够互视 不能够成交 造成这么一种假象 也就是说 是采取一种 无伤质疑的办法 就是中外之间 没有办法成交 来达到质疑的这种办法 那么这个刘运科 在扶出这个地方 采取这种 因阻质疑的办法 最初呢 是得到了 道光皇帝的认可 那么道光皇帝 在刘运科的这个密折上 诸批了一段话 说刘运科呢 所见所办甚好 你的看法 你的办法都很好 切不可令该疑之绝 事为之要 老师你一定要秘密 这个事情 你不要让这个疑人知道 是吧 说紧要之至 密之又密 一定要非常秘密 那么当初啊 道光皇帝对于刘运科 这些因阻质疑的办法 非常认可的 那么但是后来 在1849年之后 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人 进入广州城的斗争 取得胜利之后 这个问题 后面我们会讲 1849年 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人 进入广州城的斗争 取得胜利之后 清政府不再满足于 这种不够光彩的 不够正大光明的 这种因阻质疑的办法 那么清政府是希望什么呢 希望采取一个 可以公开炫耀的 以民质疑的这种胜利 关于以民质疑的这种情况 我们后面会讲 那么因此 到了1849年之后 清政府就多次 给这个刘运科 那么这个发上誉 寄予刘运科 那么他们讲 说正思质疑之道 说我想了一下 质疑之道 莫于固结民心 最重要的是固结民心 是吧 要内结民心 说固结民心 实为质疑之本 怎么样 是吧 能够取得人民的那种信任 固结民心 这个才是制服 疑人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办法 就是这个时候 清政府朝廷 对于刘运科 这种因阻质疑的办法 不再 很认同了 那么但是刘运科 还有点不服气 那么刘运科 仍然坚持 要继续 采取这种 因阻质疑的办法 那么他讲什么呢 他说福州这个地方 这些人 是重力轻易的 和广州的人 是不一样的 是吧 说广州这些人 是吧 那么他们 有这种 这个善武的作风 是吧 那么敢于这个斗争 说福州这些人 是重力轻易的 他说 如果说 福州这些人 也像广州人这样 是吧 能够同仇敌忾 可以利用 说我们当然 也愿意 利用福州人 来这个 以民之仪 他说 但是 无如呢 福州民气散弱 心智不齐 与岳民 窘疏 福州的地方 这人呢 他这个民气 和这个 广州的地方 人呢 不一样 他说 因此呢 那么 在福州 就不能够采取 广州那个办法 他就以民之仪 就是刘运科呢 继续坚持 这种思想 那么 但是这个时候 咸丰皇帝 即位了 就是这个时候 道宫皇帝死了 咸丰皇帝继位 刚继位的咸丰皇帝 随其方刚 希望要改变 中国这种 激弱的局面 因此 这个咸丰皇帝 就再次给 刘运科 发了一个上誉 那么对于 刘运科提出来 说如果说 你还以这个 印度质疑为办法 是吧 拒绝采取这种 以民质疑的办法 说这个事情不行 那么因此呢 这个时候 咸丰皇帝 就要求 刘运科 改变 因祖制疑的办法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因祖制疑呢 大概到了 1850年之后 那么就 从这清政府 这个质疑 这个思路当中呢 那么就消失了 可以说 这个质疑思想呢 这个因祖制疑的办法呢 也遭到了失败 那么关于这个 因祖制疑的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再讲这个 以民质疑的思想 我们再讲到这些 Edition 1个点 刘运科 3个点 剥了 1个点 刘运科 按 glad